后翅臂腐 专门谱这两篇写的都不错 后翅臂腐 后 弹起来 这个后出戏比较一致 翅臂腐还是跟前辈那个翅臂腐写的一样 写的比较 像凯书画 工整 翅 带起来 挑起来 带过来 弹过来 刺 往下带 刺比较小 然后B的话 刺B B的话中间比较紧臭 是比较大 但是实际上是只有中间紧臭 外勾拉的很长 什么叫中间紧臭呢 就是 这些横画之后靠的都好近 有好近 然后外围就拉的比较长 什么意思 中间的地方 大家都写的很近 很近 很近 带上去 但是在后面的地方 拉的比较长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造成这个字 看起来就有变化 不是一个方正的正方形体 一般我们写字都认为是正方形 其实根本就不是 负 负的话 这边很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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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要用力 写字 都是刻意的 要写到熟练以后才会习惯成自然 否则都蛮刻意的 不要以为什么一气呵成 都不用想 这不是七岁 那个什么超值 忽师 没那么聪明 七步成师 还是要练习啊 技术 技术就是要花时间 附上来 点的很高 这个点的非常外面 点的很高